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与外界进行沟通的最主要的器官 但是它们在生活当中却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小问题 那接下来的几天当中我们就来为您分析一下 这五官常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又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它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吧 五官常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眼睛痒 耳朵进了虫子 牙齦出血 还有流鼻血 喉咙卡依物等 看来这五官遭遇到的麻烦事可真不少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四位嘉宾 欢迎大家 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常遇到五官出现的这些窘况吗 太多了 因为这个工作不是经常用嗓子吗 我有一次是从延安出差 刚回来 就准备第二天出差的稿子 然后我就觉得嗓子有点干 就老这么清一清 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是像那个影视剧里面那个 宝卷 没嗓子了 失声了 然后赶紧去医院检查 做了物化 然后又做那个什么 要吃药啊 喝那个什么冲击啊 各种 可能两三天才有那么一点点的声音 非常麻烦 你想年龄这么大了 眼耳鼻喉全都有问题的 现在当前我特别着重的就是这耳朵 现在年龄越大 耳朵越聋 看来无论是什么年龄段 或者是什么样的性别 可能我们的五官呢 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那可能是很困扰大家 很影响我们生活状态的 那咱们就集中为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我们也常说呢 其实五官特别像我们人体的前沿的哨兵 如果呢我们的身体有一些风吹草动 有一些异常 我们这五官啊 首先就可以表现出来 那咱们今天呢 就先来关心一下 我们的眼睛 我们来看看眼睛常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痒 痒 进了一物 长针眼 还有迎风流泪 这问题真不少啊 红肿 痒 痛 流泪 这个呢确实会很影响我们的状态 那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正确地解决这些小麻烦呢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相关的专家 让我们欢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孙颜秀主任医师 欢迎孙医生 您好 孙医生欢迎您 孙医生刚才我们屏幕上呢 出现一些眼睛会经常出现的问题 像您在出诊的过程当中 您会发现患者常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眼部问题呢 这太多了 我们先说老年人 较常见的呢 就是像老年性白内障 青光眼 黄斑病变等等会影响视力 那么像青少年呢 这个近视防控 也是我们遇到很多的这样一些患者群体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 有很多原因也会导致眼睛的这个红肿 痒痛等等 有一些患者呢 可能是觉得我这个眼病可能不重要 暂时就没有到医院看 等到它非常严重的时候再到医院来呢 我们发现其实已经错过了治疗的时机 就非常的可惜 所以呢 不管我们是遇到了什么样的眼部的疾病 那么它都会影响我们眼睛看待世界的这个窗户 所以一旦要是有了眼部的不适的话 应该尽快地去就医 不能够自己随意地去处理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 可能很多朋友出现眼睛的一些不适感啊 不舒服啊 会自己想点招 所以待会呢就得请您帮我们判断一下 我们的做法是否合适 好的 咱们先来看眼部长会出现的第一个常见问题 一到春季眼睛就很痒很痒 有这种感受吗 有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做节目去那个北京植物园 就是春天看那个牡丹花 然后这个眼角就开始痒 就是咱们化了妆你又不能这样使劲揉 所以我就拿小纸子这样这样抠 然后过一会儿抠一下过一会儿抠一下 越抠越痒 再加上可能那个化妆品也会浸到眼睛里去 整个眼睛的内眼角 从眼角开始放射线那个血丝就越来越红 然后我们那个摄像老师就从那个镜头里说 小纸你是哭了吗 那跟我一样 我是右眼比较严重 而且我好像不仅知道春天吧 反正就有一些刺激的东西 好像就特别容易痒 突然眼睛就痒起来了 你就你不揉的不扣的吧就不行 揉吧就揉到都有一点疼了 也是不太结痒 那你有去过医院看过吗 没有 那看来呢其实一到了春季 很多朋友眼睛都会有发痒的感觉 但是您对于这些朋友 最想提示的是什么呢 眼睛痒呢千万不要揉 那么我们有三组宝物帮您来治痒 那么今天呢也为大家带来了 这个咱们眼科的一个百宝箱 好 咱们待会儿再慢慢解释 这里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您提示大家千万不要揉眼睛 可是那会儿痒啊 这痒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下意识地揉啊 那为什么不能揉啊 要想说为什么不能揉 我们还得先说说 为什么眼睛会痒 眼痒的最常见的原因呢 就是过敏性睫膜眼 那么过敏性睫膜眼呢 它又主要分为季节性 和常年性的 像刚才主持人何嘉宾提到的 就是说一到春季就痒呢 那通常是季节性的 过敏性睫膜眼 在这张图片上呢 我们看到这个紫色的 胖胖的这个东西呢 它叫肥大细胞 这个肥大细胞上面 有很多绿色的小痘痘 这个颗粒呢 里面装的都是一些 组胺类的东西 一些小细小的 小绿色的粉末 它一旦释放到组织里呢 就会引起痒啊 刺激啊 眼红啊这样的症状 当眼睛遇到过敏源的时候 就是我们上面看到 那个黄色的小东西 一旦这个过敏源 它跟这个抗体结合以后 就会触发这个 肥大细胞脱颗粒 那么它就会把这些 组胺类的东西 释放到眼睛的组织里 那么像在春季 我们的空气当中呢 漂浮了很多像花粉啊 草粉啊 甚至有一些 黄菌类的东西 那么它们就是一些过敏源 那么就会刺激到 我们的眼睛 这个肥大细胞就脱颗粒了 我们就会觉得 有这样那样的一些 痒啊 红啊 甚至于流泪这样的症状 那么我们手揉的这个动作 那么实际上 就是在促进 肥大细胞脱颗粒 包括一些热的温度 都是这个促进 肥大细胞脱颗粒的 一个反应 所以呢 就是千万不要揉 有一些甚至 已经都快好了 甚至我们用一些药物治疗 都很有效了 我们再去揉的话 又会把这个疾病呢 就是又重新开始了 越揉越痒是吗 是的 所以就千万不要揉 要管住手 别抠了 别抠了 那咱们说 如果要是眼睛痒 又不让揉 但是它还继续痒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闭眼药水啊 你别着急啊 今天孙医生 带来了好多法宝呢 我们揭示一下 这个宝盒里边 都有什么呢 咱们先看第一药 这手边的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个冰袋 冰袋 对 就是在我们炎氧的时候 可以做冰敷 那么当温度低的时候 那我们眼睛的各种作用 都会在减弱 所以肥大细胞的 脱颗粒作用也会减弱 它温度降低的时候 就是那个炎症反应 都会缓慢一些 这个时候 炎氧的症状就会缓解 那么我们尽量呢 是有专用的冰袋 如果我们手头没有的话呢 也可以自己冻一瓶矿泉水 或者是其他的冰冻饮料 然后外面呢 包上一个毛巾 这样它不会太冷 不会冻伤 如果是实在找不到 买一根冰棍 套上一个密封的袋子 也是可以用来做冰敷的 敷在眼皮上吗 就是闭着眼睛 然后把它扣在上面 就可以吗 可以 还是拿一个毛巾 把它弄好了 然后就这样 敷在上面就可以了 敷多久呢 每次五到十分钟吧 如果是后面 又再有症状的话 可以再敷一次 好 那我们再看一看下一组 还有什么样的法宝呢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给大家带来的 就是抗过敏的低眼液 这个低眼液特殊在哪里呢 它呢 是针对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过敏性结膜炎的原理 那么我们知道 过敏性结膜炎是 肥大细胞脱颗粒 那么我们如果能够阻止 肥大细胞脱颗粒的 这个过程 那么就可以从开始的 那个第一阶段 阻断过敏反应 那么我们像 比如说色甘酸钠的眼液 或者是 米尼斯特甲的眼液呢 就可以稳定肥大细胞 让它尽量地 不去产生脱颗粒的反应 那么对于有些朋友呢 是本身每年的春季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过敏性结膜炎的病史 那么自己知道了 又到春季了 这个病快来了 那你就可以提前 在家里准备上这个药 大概是在过敏剂前 一到两周 就把它点上 一般都是在 三月中旬左右吧 这个过敏的病人 就突然间多起来了 那么我们在家里 备上一瓶药 那它就可以预防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直接去阻断 阻安的作用 那么就直接去 对抗这个过敏反应 那么这种药物呢 它的作用比较快 点上了很快就能够起效 比如说呢 像我们说的 富马酸 一美丝丁 这辆的敏眼液 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的 那笑说 你之前滴那个敏眼液 是这种吗 好像不是 那你是用的什么敏眼液呀 我用的是那种 进口的 然后非常清凉的那种 它上面还有 可以选凉度 就什么两颗 三颗星 四颗星 那种凉度 我选的是最凉的那种 敏眼液 它滴完之后能解氧吗 瞬间是解的 因为它非常凉 但是过完之后 好像它没有什么 治疗的作用 缓解是有的 连续你用过 这样的敏眼液吗 没有 我用的都类似于那种 什么 就是叫什么 湿润的那种 反正就是类似于补水 什么那种的感觉 那如果要是 可能很多人 这不太在意 也不看什么 这个眼药水的成分 随便就在药店 或者是便利店 买一些滋润眼睛的话 那对于眼睛来说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眼药肯定是不能乱用 但是像人工泪液 还有缓解眼疲劳的 这类的药 它是就是起到 缓解肝眼症 和疲劳的这个作用 对于抗过敏来讲 确实是没有效果的 但是像孝叔刚才提到的 那种清凉的 缓解眼疲劳的药里面 会有一些缩血管的成分 那么它会在一定程度上 去减弱眼睛的这种 痒的症状 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 去治疗过敏的这个问题 那种眼药水 如果要是滴时间长的话 会有问题吗 就是抗疲劳的这类的眼药 通常是会带有一些防腐剂的 时间久了 都会对眼表 有一些毒副作用 反倒会让眼睛有一些 刺痛眼红等等的症状 对眼表是有损伤的 像这类的药 我们都不建议长期的使用 还得用医生带来的这个法宝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 为了缓解炎氧 您还带来了什么样的法宝 那么我们说到 过敏性结膜炎 是抗原跟抗体 发生了反应 导致的一个过敏 那么我们就要 想办法去阻断这个抗原 那么我们今天 给大家带来的呢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口罩和护目镜 那么首先来说呢 我们先讲这个护目镜 它照在眼睛上 当我们到外面去的时候呢 它就会比较有效地 去阻断这些花粉啊 草粉这类过敏源 进入到眼睛里 那么我们为什么 还带了一个口罩来呢 因为我们知道 眼睛的结膜和鼻腔的黏膜 是通过类道系统 是相连的 那么我们在眼睛 过敏的同时呢 其实很多朋友 也同时伴有一个 鼻子的过敏 就比如过敏性鼻眼 会有这个打喷嚏 流鼻涕这样的症状 那么我们要眼睛和鼻子 一起去防护 我们就要戴上一个口罩 在防护过敏性鼻眼的同时呢 也对过敏性结膜眼 有一个帮助的作用 所以在过敏剂 建议大家把护目镜 和口罩都戴上 明白了 所以有这三组 法宝的保驾护航 那我们下回 一遇到了什么 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情况啊 或者是眼睛痒的问题啊 基本上就能够平安地 顺利地度过了 是不是啊 嗯 是的 是的 如果是遇到比较严重的情况 那么我们已经用了 这些常规的药物 还是不管用 并且呢 感觉到这个症状越来越重了 眼睛红 甚至于有些刺痛 还伴有视力下降 不管出现刚才的 任何一个症状 建议大家呢 还是到医院去就诊 避免病情延误 好 明白了 那我们已经解决了眼睛 容易出现的第一个常见问题了 我们继续来看 眼睛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呢 眼睛进了异物 您在出门诊的时候 会看到病人眼睛里 进入一些什么样的异物呢 眼睛里进入的异物还挺多的 从固体的异物来说 可以有一些沙粒 有小飞虫 有一些这个眼睫毛掉到眼睛里 还可能会有一些金属的异物 绷在眼睛里 如果我们把液体异物也算上的话 有人把这个滴鼻液 滴耳液 还包括角气水 还有一些502胶 滴到眼睛里的 都有 那看来这个眼睛进异物 也不是特别偶发的事件了 是不是 谁遇到过这个眼睛进异物的情况呢 我就遇到过 我是 眼睛毛有时候就进去了 在是有时候沙粒有过这种现象 但是我通常就是遇到这种现象 我就翻眼皮 自己翻不了就要爱人翻 翻完了吹 这样 使劲吹 可能就由于那个眼睛受点刺激 它就流眼泪嘛 流一流行它就出来了 我有时候觉得还挺管用的 其实我真的深刻地能够理解 人家俗话说眼睛融不得沙子 为什么这么说呀 确实很难受这是 我记得小时候这个 就是爱出去玩 玩的时候眼睛就进了沙子 进了沙子怎么办呀 肯定不舒服呀 就我奶奶 她叫我看 把我眼皮翻开 然后用她那个老式的那衣服 那衣角 把那衣角拿起来了 就用那个唾沫的铁湿了 这么给我蹭 也能弄出来到 这民间土办法可真多呀 但我真的我听着 都感觉挺不靠谱的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要是遇到了 眼睛进异物的问题 那你有什么样的重要提示呢 那么异物进眼呢 千万别揉 坚硬的异物会损伤角膜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就是黑眼球的最外面一层 就是我们说的角膜 那么白眼球的最外面一层呢 就是结膜 但是它的角膜里面 分布着非常丰富的 这个感觉神经末梢 所以就像刚才嘉宾说的 眼睛里揉不得沙子 它对于任何的刺激 都会非常的敏感 那就会有疼痛 刺痛 甚至流泪这样的感觉 那如果角膜的表面 被划伤的话 那么这种症状 就会更加地严重 甚至可能会激发感染 所以千万不要揉眼 有异物不能揉 但首先您提到不能揉 那接下来咱得想办法处理它呀 来 我们揭示一下 有什么样的法宝 能够缓解眼睛 进异物的难受感呢 给大家带来干湿两件套 来解决眼睛进入异物的问题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低眼液 当我们眼睛呢 进入异物以后 我们可以用这个眼药水 人工肋液呢 或者是抗生素的低眼液都可以 那么就是多滴到眼睛里几滴 起到一个冲刷的作用 这样就把眼睛那些细小的异物呢 就给它冲掉了 这个方法其实相对还挺简单的 那如果要是眼睛里面 浸的不是小沙子 浸的是一些液体 那怎么办呢 如果是液体的话 那么它有可能会有一些 对眼睛的烧伤 比如说酸性的或者碱性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尽快地去冲洗 家里面呢如果有没开封的 像空泥水啊 纯净水啊可以拿来用 用大量的水去冲洗 如果手头呢 没有这些特别无菌的 或者清洁的水呢 我们也可以用自来水去冲洗 那么建议冲洗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种流动的水 冲洗了以后 还是要尽快地到医院去就诊 明白了 好 咱们再来看 第二个宝贝是什么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棉签 像我们眼睛呢 有的时候自己的睫毛 像阿姨提到的那个眼睫毛 掉到眼睛里了 那它可能不是整个的睫毛 都掉进去 而是呢它立在那儿 有个尖处在眼睛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眼药水 把这个棉签呢 稍微滴湿一点 然后这有一个眼睫毛 我们呢就用这个湿的棉签呢 把它轻轻地这样站出来 为什么是要用这个湿的棉签呢 因为棉签上有很多细小的棉絮 我们的眼睫毛呢 也是一根一根的带尖的 如果拿干的棉签呢 它有可能站不出来呢 还会残留一些棉絮在眼睛上 就加重了这个眼睛的 这种异物感 所以我们用湿的 轻轻一站就可以了 是不是要是眼睛 进一些小东西的话 咱还是可以用这些小法宝 来自己在家处理的 是的 听完之后 下回咱是不是不能再用 一脚沾水 抹眼睛这番了 是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眼睛呢 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小麻烦 下一个常见的小麻烦呢 是长真眼 真眼就是卖力肿 眼睛补一大包 而且特别地红 还会很红 长过吗 都平平点头 连续你用什么样的办法 缓解真眼 拿那个家里缝背部那个针 用那个针鼻 什么是针鼻呢 就是穿针引线的那头 把这眼皮拿俩手 比如说这儿长一个 给它捋好了 拿这针鼻 往外捋 磨它 万一要是翻起来一点呢 能看见里头 比如有小笼包呢 就一咬牙 挑一下 给这笼给挑破了 你就太吓人了 那针对这个 爱长真眼的问题 你有什么想提示给大家的呢 长真眼不能用针挑 要学会正确上眼药 连续你每一步都踩在了 那个错误的点上 也挺不容易的 咱们先说一说 用针挑肯定特别的危险 是不是 我们眼睛的皮肤表面 还有这个针呢 它都不是无菌的 那用这个有细菌的东西 去挑一个不清洁的表面 它有可能会导致 这个感染的加重 首先来说 我们说说什么是针眼 针眼它实际上 我们也叫卖力肿 或者叫碱线炎 它是盐碱的线体感染的细菌 所造成的一种症状 分为外麦力肿和内麦力肿 如果是睫毛的皮脂线感染了 那么它是比较 靠近皮肤表面的 这个我们就叫做外麦力肿 如果是碱板线的 一个细菌感染呢 它是隐含在内表面的 那么就叫做内麦力肿 那么当这个麦力肿呢 里面的化浓越来越多的时候 内麦力肿也有可能 从皮肤面破出 那么当农业排出了以后 这种感染呢 往往就会比较快地吸收 痊愈了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它是一种碱线的炎症 所以它的感染呢 是比较位于这个 靠近碱圆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刚开始感染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觉得 稍微眼睛有一点点肿 然后眨眼或者是闭眼的时候 会感觉到疼 就是因为是在碱圆的那个地方 上下眼碱一闭合 就会碰到那个感染的部位 所以早期就是在 眨眼的时候会觉得疼 但是千万不能够用针来处理它 而且刚才连续说 如果要是有那个小浓点 还有那个针边给它刮出来 天啊 那个小浓点 是可以这么破坏的吗 不能 肯定是不能用针去刮 那么它有一个浓点的时候 这时候如果我们去用针 去把它挑破的话 那么只有里边浓点的 这点的浓排出来 那还有很多的这个炎症 还没有化成浓 所以它并不能根本地 去解决问题 同时呢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污染的这个针 和我们的这一些其他的器具 会导致感染的加剧 所以这个办法肯定是不推荐的 但是长出来这个麦力肿呢 其实还是挺影响我们的生活的 一方面它是疼 再一个呢 它会影响我们的视力 那有什么样的办法 能够解决长麦力肿 所带来的问题呢 麦力肿呢 是这个眼检的一个细菌感染 所以我们肯定要针对细菌感染 去用上抗生素嘛 那我们常用的呢 就是局部应用抗生素 就是我们在眼睛的局部 用滴眼液和眼药膏 滴眼液呢 我们就是滴在 就是每天点这样四到六次 那么眼药膏的话呢 可以涂在我们下眼皮的里面 还可以再挤一点 到这个棉签上 去涂在外面那个病变的部位 您说到滴眼液 滴的是抗生素的眼药水是吗 对 那个也是应该由我们医生开的吧 是的 是处方药 比如像左氧浮沙星滴眼液 还有妥不霉素的滴眼液 这些都是抗生素的滴眼液 那么也有同样成分的眼药膏 不是滴那种润眼液 不是 只能滴抗生素的滴眼液才有效 是的 说到滴眼药水 大家多少都应该有一些经验吧 这咱不应该滴错了吧 咱上来先演示一下 然后让随医生判断一下 看看咱滴的到底对不对 有没有效 好吗 谁有信心想上来挑战一下 来 阿姨 连续你怎么样 来 咱们先到台中间 我们通常来说 抗生素的滴眼液 是要有细菌感染的前提下 才能使用 所以今天为了演示 我们选用的是人工泪液 看看您是怎么样滴眼药水的 咱们可以想象 现在我们的眼睛就长真眼了 需要滴抗生素的眼药水了 怎么滴呢 我就是仰起头 我会用手把眼睛撑开 完了对准中间 这样滴 滴完了我会眼睛在里头转 转 要转如果觉得还不合适 我就会撞上面的眼皮这样 让那个眼药往上面进一进 我是这样滴的 好 您刚才滴了几滴呀 滴了两滴 两滴 滴的位置是哪儿的中间呢 我的眼珠组件 好 那我们再看看连续是什么滴的 两个手指都努力给它撑开 撑开完之后 这个就直接对着这个眼珠子 滴了啊 滴 一滴 还没滴中 进去 两滴 然后活动活动眼睛 转一转 转一转 然后闭一会儿 那我们请孙医生为我们做一个专业的点评吧 那您觉得刚才两位低眼药水方法都做对了吗 应该这样讲 阿姨的做法呢 绝大部分做对了 但是还有一点点不完美 那么连续的做法呢 一半对一半错吧 不能说全错 你看 那这样吧 连续你先那个回去好好再酝酿一下 你的这个感情刚才都已经泪流满面了 那如果我们要是眼睛长了真眼 需要滴这个抗生素眼药水的话 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做呢 您给我们做一个标准的示范可以吗 好的 没问题 因为我们眼睛的结膜囊呢 其实只能容纳一滴眼药水 所以如果我们点进去的话 只要是点进去了一滴就够了 那么刚才连续呢 点了好几滴 其实已经是泪流满面都在脸上了 那些眼药呢 点了也没有用了 浪费了 就反而是巨大的浪费 对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 我们的角膜是 记上上面有很丰富的神经 那么它是非常敏感的 如果我们这个低眼液呢 直接滴到黑眼球上 那眼睛会觉得刺激症状很重 但是我们要是把它滴到白眼球上 或者是我们的下检的结膜里面呢 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 滴到这个下眼皮的里面 我们还是用那个人工泪液来做示范 好的 那我们滴眼药的时候呢 有一个一看二洗三不碰的原则 一看看什么呢 一看呢 就是要看这个眼药水的保持期 我们要看它的这个有效期到什么时候 如果是已经打开的药水呢 我们一般来说保持期是一个月 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们最好在第一次打开的时候 记上这个哪天哪天开瓶的 对 要不然就忘了 是的 是的 二洗呢就是 我们先要把手洗干净 然后呢 找到一个干净的桌面 三不碰的原则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药水的瓶子拧开以后 这个盖的边缘和这个眼药水的这个瓶口 既不能碰桌面 也不要碰我们的皮肤 睫毛 哪里都不能碰 也就是它是隔空去点的 点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把它干净地再扣在上面 如果是碰了污染的东西的话 那整个这瓶眼药就污染了 不能再用了 因为这个是一次性的 我们就把它打开以后 不要去碰瓶口 然后我们要给右眼点眼药呢 就让这阿姨用右手的食指 扒着右眼的下眼皮 然后向后仰头 这样家里的人就拿着这个药水瓶 直接把这个药水滴到眼白处 一滴 可以了 它需要自己再转动眼珠吗 不需要 就是它闭眼以后 眼药水会在眼睛的表面均匀地涂布 所以点一滴就够了 如果是自己在家点眼药的时候呢 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们向后仰头 或坐或躺都可以 让我们的脸呢 对着这个天花板 然后呢 眼睛呢 就盯着正上方 把这个眼药水 直接就放在我们眼睛的正上方 这个时候手不动 眼睛向后看 眼球向后看 头也不动 手也不动 眼球向后看 这时候原来的那个位置 就变成了眼白的位置了 滴在上面就可以了 明白了 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 是把眼药水瓶 搁在眼角上往里挤的 那个时候 药水瓶就污染了 如果要是滴到眼珠子上 尤其是滴到黑色的这部分上 那会有什么问题吗 会不舒服 会一个剧烈的眨眼 就是滴在黑眼球上 眼睛肯定是有一个躲闪的动作 对 眼药水就会流出去 有效地流下来的就会很有限了 对 好 这回学会了 学到了 学到了 好 谢谢曾医生 也辛苦 阿姨 孙医生 您刚才提到 如果要是眼睛痒的话 我们可以用冰肤的方法来缓解 但是我好像观察到 就是老百姓 遇到长真眼的这个情况的时候 会用热毛筋敷在眼睛上 做热肤 这会儿做热肤管用吗 在感染的早期是可以做热肤的 热肤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可以促进 那个线体的开口开放 让里边的分泌物有效地排出来 再一个热肤的时候 可以让局部的血供应更加丰富 也可以去帮助控制炎症 但是如果是当炎症非常重的时候 就是红肿得很厉害的时候 这时候还是需要冰肤 不能热肤 要不然就会肿得更严重了 那么如果局部形成了这个笼包 我们用手轻轻地摸 会有一种波动感 那么这个时候 可以到医院来做一个切开引流 就是把里面的笼放出来 慢慢就好了 所以还不能够轻易地 小瞧这个真眼的问题 是的 那咱们继续来看吧 我们的眼睛还会常遇到 什么样的小麻烦 下一个麻烦事 是迎风流泪 谁经常会遇到这个麻烦呢 这个问题 我是深有体会 而且是记忆犹新 记得就是上中学那时候 那时候就是骑自行车 有一次正好迎着风 把风刮到我这眼睛 就是老 骑自行车的话 这泪就不停地流 又不想下来以后 给它擦干了 或怎么着的 就想那么忍着 就是闭一会儿眼睁一睁 闭一会儿眼睁一睁 骑自行车 前面有两个大卡车 就挺着 我就这个低着头 闭着眼 光击一会儿就撞在 大卡车上了 看着听着脑袋 就摔下车来了 从那以后 我说这不行 这个老致迎风流泪的话 或者影响这安全 我就弄了一个风镜 那时候 像那个空军飞行员 那时候带一个风镜 整个就给它遮住了 在那个时候就不怕了 有风也不怕 只不过费点劲 但是不会迷眼睛了 那我们看 针对这个问题 孙医生 您有什么样的重要提示呢 眼睛也需要补水保湿 这都已经流泪了 已经构湿了 怎么还需要补水保湿啊 那我们还得从原理来说起 我们正常的角膜 它并不是暴露在空气中 我们知道 角膜的末梢神经 是非常丰富的 它非常敏感 所以角膜的表面呢 是有一层肋膜 就是我们展示的这张图片 这个肋膜呢 它是有三层 最外面的一层叫纸质层 中间的这个蓝色的部分 是水层 贴近角膜的一层呢 叫黏蛋白层 最外面的纸质层 就是一层油 它会防止里面的水 过快地蒸发 由于眼泪是往下垂的 它们过几秒钟之后 这个肋膜就会破裂 然后我们就会 不自觉地眨一下眼睛 每次眨眼 我们叫顺目 这个肋膜都会 重新在眼睛表面分布 让我们的角膜 都一直是在 肋膜的保护当中 它是湿润的状态 当我们的眼泪 分泌的少了 或者是我们长时间地 不眨眼 这个肋膜破裂了 之后 这个肋膜呢 就会受到刺激 在空气中它很难受 这种刺痛的情况下 就会反射性地流泪 所以我们的这个说 迎风流泪 实际上是眼睛干了 而不是湿了 哦 是这样 因为干了 它有一个保护机制 才会慢慢地流下泪来 或者受了刺激之后 人自然就会流下泪来 所以当我们走到户外的时候 外面就是有风 这个风实际上就是空气的流动 它会促进我们的那个肋膜 过快地蒸发 就会觉得泪膜破了 我们眼睛就很难受 然后就眼泪流下来了 那得用什么样的办法 帮助我们的眼睛补水保湿呢 那得用什么样的办法 帮助我们的眼睛补水保湿呢 接下来呢 我们再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宝物 咱们还是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们在起什么样的作用 能够给我们的眼睛补水保湿 缓解迎风流泪的问题 第一个叫有效顺目 这顺目是什么意思啊 顺目就是眨眼 什么是有效眨眼呢 难道眨眼还有无效的吗 通常来说呢 我们每一次眨眼都会让泪液呢 在眼睛表面重新分布 我们每次眨眼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呢 就是让我们减板线里边的油脂呢 往外去排出 有效顺目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用力地 挤一下自己的眼睛 使劲挤一下 这时候它会促进 我们减板线里边的油脂 排出形成我们泪膜的第一层 就是止质层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可以吗 大家看就是使劲地挤一下眼睛 这个很像小朋友调皮的时候做的动作 对 大家试一下感受一下 睁开之后什么感觉 刚才还有点重影 现在很清晰 阿姨什么感觉 就是一睁开眼睛一下 看东西很清晰 就再撕进这样挤一下 这是做到有效顺目了 对 大家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 如果你这一锅汤呢 上面有一层油 那么这锅汤它就一直不会变凉 因为这个油呢 它会有效地防止底下的那个水去蒸发 我们的肋膜也是这样 如果它上面的脂质层是健康地饱满的话呢 肋膜在眼睛表面 持续的时间就会长一点 那我们普通的眨眼就是这样 难道不会有肋膜形成吗 有 普通的眨眼是让它整个肋膜 在眼睛上重新分布 我们的有效顺目是更多地挤出一些 剪板线的油脂来 它一方面是让肋膜的油脂更丰富 另一方面呢 也是让我们的剪板线的分泌更畅通 好 咱们再来看第二个宝贝是什么 这应该熟悉了 对 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过 那么这呢就是人工类液 那么它就是用来补充我们分泌不足的这部分类液 那么在我们眼睛觉得干燥的时候 或者是用了电子产品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人工类液来进行补充 一天可以滴多少次多少滴呢 我们建议呢是用这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类液 这样的话可以相对地点多一点 通常是按需点 但是一天呢也不建议超过五六次 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眼药水当中啊 人工类液当中含不含防腐剂呢 一般它都会在说明书上有体现 我们建议长期使用的话 还是使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类液 好 再来看第三样缓解迎风流泪的法宝是什么 第三个法宝呢 实际上我们想说的是热肤 那么热肤呢有很多种形式可以有干肤湿肤 我们在家里呢可以比如说用一些热毛巾 可以敷在眼睛上 或者是呢我们可以用一杯热水 然后把我们的眼睛凑进那个蒸汽 让那个蒸汽蒸一蒸眼睛 如果是不具备这个条件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蒸汽眼罩 它是起到一个加热的作用 那么热肤的话呢 它可以使我们减板线里边的那些油脂呢 软化 更液化 液化的情况下它更容易排出来 像我们的这个有效顺目的时候 液体的油脂是更容易排出的 所以我们用热肤的情况下 对我们的这个减板线里的分泌物呢 是更好排出 好 那刚才其实我问到 谁有迎风流泪的问题 连续你也举手了 对 您可以把那个孙医生面前的 加热眼罩呢戴上感受一下 热了 热了 舒服了 那我们戴这种加热的眼罩 需要戴多长时间呢 通常10到15分钟就够了 我们在平时用热毛巾 或者是热蒸汽热敷的时候 也就是5到10分钟 这个眼罩呢 大概也就是15分钟左右 就温度降下来了 现在什么感觉 连续 现在觉得眼睛都出汗了 就挺热的 睁开眼睛 看看 反正我觉得眼睛亮很多 然后眼睛也比较湿润 比较舒服 我好像看东西很透亮 大家还可以用热毛巾热敷是吗 对 可以的 就是也是我们这个水呢 拿手去试一试 是热水 但是不烫手 这个情况下用毛巾呢 头湿了拧干 然后呢敷在眼睛上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可以先回到座位 好 可以的 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好几种眼睛常会出现的小麻烦 以及解决的办法 感谢孙医生今天的介绍 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 下期再见